自住餐台上的熟食 裝進袋內消保處派員 到醫院的餐廳突襲檢查 有沒有符合使然標準 抽查全台20家醫院 竟有半數都不合格 人愛醫院他們我們在發現 它的蔬菜在抽查的時候 發現它的農藥超標 這個部分農政單位已經在追查 北市聯合醫院人愛院區 青江菜送檢發現農藥殘留 根據了解已經有多達20公斤 被施下肚 幼桃園的醫院熟食檢出 大腸桿菌花蓮醫院的蔬菜 也被發現農藥殘留 麻豆新樓醫院的雞蛋 則檢出動物用藥殘留 八克素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生長調節劑 那如果長期使用的話 可能會有這個肝臟 還有皮膚的一個病病 離譜的是台中同綜合醫院 供應食材的場所內 還發現過期花生 另加澄清綜合醫院 供應給插管病人的雅培培利素 居然也超過有效期限 不只食材不合格 照理說高標準控管的醫院 衛生環境竟也出現大漏洞 台大醫院的話 它主要它是在環境的部分 因為他們的工作人員 在工作的時候 它沒有穿坐工作服 因為這樣子會把外面的 一些不潔的東西帶到裡面 造成一個食品的污染 台大醫院回應會再進一步了解 有違規部分會再加強改善 聯合醫院則指出遭驗出農藥殘留的 同批蔬菜烹煮前都有再加強洗淨 針對醫院不合格的食材 衛生局也下令全面下架 其中違規的醫院最高也遭罰6萬元 記者洪詩與李文柯代表報導